说这个三界的众生 是怎么有的 我都先说明 说由性民心 这个性指的是众生本聚的觉性 那么这个本觉妙明之心 它的体性是本来光明 本来圆满的 但是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因明花性 这个明指的是一念不觉 的这种无明的妄动 叫做明 那么无明妄动以后 就产生了众生 希望的体性 性妄见生 在众生的希望的体性当中 就产生了众生的颠倒 的生起 所以从毕竟无当中 就成毕竟有 从毕竟无就是前面的 这种本觉妙心当中 就产生的毕竟有 这个毕竟有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阿赖也是当中的 三系的烦恼 就是我们众生一念的亲近本性 因为真如的不守自信 向外的攀岩 一念的妄动 就传承了 无明业相 能见相跟所见相 这个时候就是产生一种 众生相的生起 把亲近的本性 而转成一个阿赖也是的业式 这个就是从毕竟无 而成毕竟有 使有所有 这个地方 第一个有是能有 能有的是什么呢 众生的是什么力量 使他有呢 就是一念的无明妄动 叫能有 所有的是指的 阿赖也是中的三系 叫所有 非因所因 这是无明 其实它本来就不存在 所以它也不能说是 整个三系的正因 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的 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因 所因 三系也不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它也不是真实的因 那只是 一种希望的无明的假象 产生的希望的众生的三系 这叫非因所因 住所住相 能住的呢 是指的是众生 所住的是无明 这众生的心 住在无明当中 所以这个人住 所住呢 其实是了无根本 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 所以 本死无住 就依此这个 没有人住所住的 这种必进空气当中呢 而安利了九法界的 众生的颠倒相 跟这个世界的颠倒相 其实它这个地方 所要讲的观念就是这句话 就是本死无住 而建立世界众生的颠倒 这种人住的颠倒 这种人住的颠倒